《聯合書院》是一個比較大的書院 我們的同學人數現在是三千多人 其實在一個這麼大的書院裏面 什麼同學的性格都有 所以我對書院的同學最深刻的印象 我覺得他們是很有活力 同學都是年輕人 性情應該都是很率真的 所以跟他們談話的時候 可以給他們多一些意見 讓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去考慮同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同學的社會經驗還是比較少 考慮一個問題的時候 或者看一件事 都會比較從一個特定的觀點去看 我們可以幫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去考慮同一件事 幫他們多一些不同的思考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跟同學每一天的交流裡面 我覺得最開心的和最能夠得著 我相信其他老師都會是 就是連自己都會覺得是繼續保持著年輕 所以我相信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是很重要的 拜進地球村計劃 是我們聯合書院的一個學生活動裡 一個最重要的項目之一 設立這個拜進地球村計劃的時候 主要是有賴馮國培院長的構思 就是將我們當時已經有的不同的交流計劃 去重新整合 再加入一些我們認為是可以發展 又或者是當時欠缺的 那個交流活動裡邊 涵蓋的學校所在地 有內地 有亞洲的各個國家和地區 以至到歐美 所以我們當時都很細緻去看看 由地區不同的學校 以至到我們同學學科的需要 因為有了這個 拜進地球村這個好的名字 慢慢就成為我們聯合書院的品牌 我當輔導長的時候 主要就是將這個活動推廣 然後設立一些交流的獎學金 還有就是在輪選上面 我們都用了很多的心思 因為我們書院始終都是一個大的 書院有很多學生 能夠每年出發的未必真的這麼多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比較細緻和公平的 論選的機制 所以我們很多的計劃都會有面試 所以整個計劃由構思執行 以至到成效 我們都一直去調整 而且結果都很明顯 在同學當中看到得益很多 所以邁進地球村覺得 是我們聯合書院一個 旗艦的學生活動項目 我們都覺得是很開心 最難忘的回憶 我覺得他們對書院的歸屬感 以及很明白在大學的時候 在書院可以得到很多機會和幫助 所以很多同學真的面對一些困難的時候 都會向書院尋求一些幫助或者支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當輔導長的時候 當年有一次有一個同學 他的學科比較嚴格 一定要去交流 因為他的GPA在某一個學期低了 不合乎標準 所以他有可能去不到交流 甚至完成不到學科 他就很心急 於是在很短的時間裏面 找我上去寫一個推薦信 以及他的課程主任 講一講他的困難 我將這個情況跟當時馮院長說了 就在24小時裏面 就將他的問題解決了 就不單止跟他出了一個信件 亦都聯絡了他們的課程主任 解釋了這個同學當時遇到的困難 終於就再一次給他機會去交流 最後我也知道這個同學能夠順利完成了一個課程 所以真的覺得幫到這個同學 而這個同學亦都是得益的 所以那件事是我這麼多年 比較印象深刻的 我覺得六十年來的成就 已經在很多的渠道裏面反映了出來 我當然希望正如我們自己的書院的名字 我們所有的同學 原生、校友都一起聯合起來 做一個光輝聯合人